这场比赛你们有信心吗 那当然了 这次我们可是准备了王牌炸弹的 确实挺炸的 老朋友呢 希望这次能给我不一样的惊喜 我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硬实力 冠军奖杯 我们照样想要 刷新队史 最好成绩不是中顶 冠军才是 队武可退 急不倒我的 中将使我更强大 这次卷土从来 就算是大魔王 我们也照样干掉 勇士战胜魔王的剧情 早已过时 新天章再唱新历史 哈喽各位车神小伙伴们大家好 2023年QQ飞车手游 全国公开赛S3刚刚落下帷幕 新赛季A4连赛秋季赛 即将超然登场 本季A4连赛秋季赛赛事规则 就要与春季赛有部分调整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本赛季的赛成赛制的调整情况 首先 本届球衣赛共有11只参赛区的户 它们分别是 狼队 RW EASTA RSG JCR KZ WDGM WZ AG RTG 10月3日至11月4日是我们的常规赛阶段 为期5周 每周4天 其中 常规赛期间 每周第一个比赛日将进行两场比赛 其余比赛日三场比赛 11只队伍部分组进行一轮BO3积分循环赛 最后排名前8的队伍进入季后赛 11月5日 在常规赛圆满结束后 众星云集的全明星赛将拉开北幕 这场期待已久的竞赋盛宴 各位赛车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比赛从11月10日起进入季后赛阶段 为期三周 共10个比赛日 首先 11月10日至12日 常规赛排名1至4名的队伍进入季后赛 A阶顺利赛 4只队伍进行一轮BO5循环赛 6场比赛过后 前两名近期冒泡 双败淘汰赛第二轮 后两名进入第一轮 11月17日至19日 常规赛排名5至8名的队伍进入季后赛 B阶顺利赛 同样将进行一轮BO5循环赛 前两名队伍近期冒泡 双败淘汰赛第一轮 而后两名队伍则被淘汰 11月23日至26日 AB阶顺利赛 晋级的6只俱乐部队伍 将按照图示的晋级流程 进行冒泡双败淘汰赛 决逐最终的总决赛 参赛门票 最终脱颖而出的两只俱乐部 将在12月9日 2023年A4联赛 秋季总决赛 决出最后的冠军 在介绍完秋季赛的赛程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赛值上的变化 本次秋季赛赛值相较于春季赛 整体的比赛模式没有变化 但是为了让比赛更加激烈 更多展现选手们 在新赛道上的操作和战术 部分比赛规则 有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我们一起来看看 究竟有哪些改动吧 首先 在常规赛阶段 每周的竞速即时挑战赛 被选途时 由4张 减少至3张 2 在常规赛中的第一个人竞速赛中 每队只能半掉 一张五星加难度赛道 且当比分达到4比4 进入敖战环节后 规则由领先2分 获达到7分的选手获胜 调整为领先2分 获达到8分的选手获胜 极有原本的敖战 BO13 调整为BO15 当进入敖战环节后 所有备选赛道时 重新刷新 并且只能选择五星加难度赛道 敖战环节每张赛道 同样只能选择一次 赛前被半掉的赛道依旧不能选择 赛车则继续继承 之前车库剩余的赛车 每辆赛车只能使用一次 在机后赛阶段中 除即时挑战赛和1位1 个人竞速赛的规则调整 于常规赛保持一致外 并且2位2竞速抢7赛中 同样新增每队只能半掉 一张五星加难度赛道的规则 在可选赛道库中 本届秋季赛相较春季赛 同样有一些改变 竞速赛道库移除了14张赛道 它们分别是 人与岛探险 广含仙境 旧梦码头 电音梦工厂 阎光王城 科隆大教堂 雇元归岁 飞跃神州 雾山风银 反向十一城 练练切阳 云游天府 夜明沙都 云梦泽 新赛季将新增一张四星赛道 绿野出风 和四张三星赛道 特洛伊环城 龙京湖 绝色江西 一梦青花 道具赛道库则移除了4张赛道 特别是 冰火之都 我们恋爱吧 沉睡森林 青米法兰西 新赛季将新增一张四星赛道 神都千古红罩 以及两张三星赛道 精华东梦 变土屋 且可选赛车和竞速可选宠物 也配合版本 同样有所新增 赛车库新增T车 哈雷特 竞速宠物 新增玉树玲楼 在新的赛制 赛道调整 以及新增赛车宠物的加持下 各位选手以及教练 会做合中选择与调整 又会在不同的模式与赛道下 运动出怎样的火花 在这个全新的赛季 对于各制俱乐部的表现 我们充满期待 在新的赛季 除了赛场赛者的变化外 各个俱乐部的选手 也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 变化部分如下 原GCR俱乐部竞速选手 敏敏 转入WZ俱乐部 原AJ俱乐部竞速选手 萧瑟 转入GCR俱乐部 竞速选手 一新加入WEDGM俱乐部 同样加入WEDGM俱乐部的 还有道具选手 玄奘和感动 道具选手影子 加入狼队俱乐部 念旧加入RSG俱乐部 破别三年的淡仔 重归S联赛舞台 回归RSG俱乐部 出战竞辅赛 全国公开赛明星选手 神加入狼队俱乐部 子丁和郭郭加入了 E-Star俱乐部 各大选手的转会 及新人的加入 将会给各大队伍 带来怎样的新变化 无疑成为本赛季的 看点之一 更多俱乐部 大名单变动信息 请关注官方渠道 发布的大名单内容 关于本届 A4联赛 秋季赛的赛程赛誌 就介绍到这里了 还想了解更多 2023年QQ飞车 手游A4联赛的赛事信息 请关注 A4联赛 官方微博 及微信公众号 究竟最终 谁能更胜一筹 捧起本赛季 属于冠军的 巅峰之翼 让我们拭目以待 Mr.S笔下的飞车故事 已经连载了11个赛季 这一赛季 又会续写什么故事 出征的号角 即将吹响 燃琴少年们 回到起点 重新出发 开赛之际 看看他们 都在做着哪些准备 加强体能 为后面的比赛 打一针强心技 作为征战多年的实力选手 他们心中的热血 一直燃烧 与老朋友默契配合 把控赛场节奏 越想战胜对手 就越需要一颗 超级大心脏 那些目标 我们会一一实现 反观过往的比赛 他们曾踏过山巅 也曾跌落低谷 涅槃之后 便是重生 要不到赛场上再比 干吗 你害怕了 来 他们 不仅是为自己而战 照亮一群人的荣耀 战火重燃 不惧挑战 为冠军 当然不让 最强新人的野心 远不止于此 我会让大家看到 我们的硬实力 冠军奖杯 我们照样想要 刷新队史 最好成绩 不是中队 冠军才是 退无可退 急不倒我的 终将使我更强大 这次卷土重来 就算是大魔王 我们也照样干掉 勇士战胜魔王的剧情 早已过时 新篇章 再创新历史 全情开跑 当然不让 此刻 超然登场 这场比赛 你们有信心吗 那当然了 这次我们可是准备了 王牌炸弹的 确实挺大的 老朋友了 希望这次能给我 不一样的惊喜